距离战狼2首映已经将近50天 直前媒体纷纷指向一位中途加价被替换掉的女主徐佳文 战狼2越红火 被唤女主徐佳文被指责声音就越高 时隔50天 徐佳文终于正面回应了 9月11日下午 徐佳文发长文回应澄清 拼酬20万人民币 这当中没有任何加价 媒体朋友们被误导 网友们更容易受影响 最后还表示 恭喜战狼2 有这么好的口碑和票房 也恭喜卢靖山的精彩演出 和塑造了一个女强人的好角色 这一说法与吴靖的相互矛盾 难道是另有隐情 对此有网友表示 没事的佳文 一切都是缘分 演员与作品也是讲缘分的 支持你 这个嘛 做好自己就好 无愧于心